基態建設必須負起一切 他要負起的責任 而且這個時候是要出面 基態建設前一天開記者會 董作程世民五分鐘內就走人 台北上講完怒轟 不是離開時刻 更提出四點才是 啟動第二波假扣押 針對大家關心第二波假扣押 我已經下定要求法務局 今天完成正式出面地狀 不只北市府大動作 王世堅也在赴北檢提告 殺人未遂 指示基態建設之所以能求援兼裁判 武士居民八個月陳情 議員許淑華爆料 就是柯文哲在任內 修改損林 規則釀貨 本來是德嘛 會改成英嘛 知道嗎 如果各方有意見 可以再選擇第三方的鑑定 民進黨有時候打你知道 要小心人家 那你要不要把台南的跟高雄的 也拿出來看一看 儘管柯文哲第一時間這樣說 但看看民國一百零二年原本規定 受損一億戶因自現場會刊或接貨監造人書面 認定報告的兩個月內檢附鑑定機構 所出的鑑定報告 但一百一十一年科市府任內卻改成 建方接貨通知日十四日內勘查建築工程 製作初步安全認定書 從勘查到認定都由建方負責等同球員兼裁判 這麼荒謬的一個惡法 竟然是在柯文哲任內說的 但是柯文哲到現在都沒有出來說明 為什麼當時要說這樣的法 雖然林規則有貓膩議員找市井 如今柯文哲拿其他縣市當擋箭牌 也讓外界質疑 難道是要把責任推得一乾二乾